为了推展玉里镇河东地区部落农产文创产业 以张树珠为主的部落青壮年 在农粮鼠和仙人员哈尼嘎造的协助之下 串联了193县各部落族人和农民 开办了193部落市集 推展部落农产传统工艺品 而推出四个多月以来 广受在地民众和游客的喜爱成效卓著 在这个星期假日特别举办了成果分享会 也期待明年会更好 193县道从瑞穗87公里处 沿着秀库鸾西河街道110.5公里 玉里镇乐河部落总共22公里长 不论是部落传统手工艺品 当即施定蔬果农产 全都马不弄到193县部落市集 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公路市集景观 把自己的产品可以外销 可以介绍给很多人 那这三个月下来有没有收获 有 有 我们的市集本来就要推广 在地的产物 种了之后如果自己吃不完 然后就拿出来 bafade分享 是这样子的概念 昨天有周日很多朋友嘛 嗯 还有这个东西卖的出去这样很重要 嗯 对 那如果说后续明年度还会再继续办 你会继续支持吗 我会支持啊 会支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农民就是有东西 没有地方去啊 玉里镇河东地区各个部落族人与农民 在农粮署以及先议员哈尼加兆的支持下 20度位的部落农民串联 聚集在193线末端公路旁 设置193线部落市集 透过社群网络的宣传 逐渐打开知名度 虽然说计划是 当然是年年要写计划 可是这个开会我们是期待能够永续 因为大家只要愿意做的时候 我们是期待能够永续 因为就是一条路嘛 大家就是一样 就是每次就是一个 大家共同涉摊跟收摊 这样一个节奏这样子 就是固定了 然后大家也有达成那个共识 最主要就是说老人家不无聊 然后有零用钱可以赚 然后我们有创造很多部落 青年的就业机会这样 193线部落市集 因为弥补玉礼镇缺乏 黄昏市场的优势下 开办四个多月以来 产销都有不错的表现 年关将近 部落市集今天也特别办理成果 分享会来庆功 先议员哈尼加造也特别前来 庆贺勉励 哈尼是非常支持我们 就是193世纪这个活动 那从刚开始一直到现在 今天是结业嘛 那也看到很多的成果 那我们也非常支持 就是说我们在地的部落的小农啊 还有就是一些手工艺品 都可以在这个市集里面来做贩售 那哈尼这边在明年度 今年结束之后呢 明年度也会更加的支持 不论是传统工艺品 或农产加工品 农产蔬果等等 接产自于部落 取得农粮署友善农耕产销履历 也使得193线部落市集 成为了假日黄昏采购聚集的地方 计划部责人张树珠表示 今年事半阶段百倍带薪 明年度也将会继续推办的同时 也期盼能够进一步提升 193线部落市集设施设备的服务品质 接着是预兰预理阵采访报导 或者这一本的白衣裤 ért了 这个是预理的